今天出门看到一只被遗弃的小土狗 有人说这小狗被放这一天了 本来有三只 后来被两个小朋友拿走了两只 还有一只 现在下着雨呢 咱们把它拿回去吧 它这么小 不知道能不能洗澡 但是它身上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 太臭了 不行 就帮它洗个澡吧 倒点凉水 然后再倒点热水 然后把小狗放入锅内 呃不是放入盆内 然后把小狗洗干净 洗洗小尾巴 太可爱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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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哒 洗地两遍 瞬间感觉美美哒 洗洗小嘟嘟 这家伙实在太能睡了 从上午直接睡到了下午 现在还没醒 太阳已经晒不到了 咱们挪挪这个纸箱子 家里没有狗粮 帮它煮了一个鸡蛋 希望它能够活下去吧 我感觉它吃饭的方式还是有点问题 它吃饭就像喝奶一样 老是去裹去 让它和小黄鸡耍混儿 小黄鸡貌似多了一个朋友 小黄鸡蛋 小黄鸡蛋 好多人都说小兔狗是燃烧颜值长大的 这是我刚捡它的时候 好多人都说它特别可爱 像一个拉不拉多 现在它长成这样 浑身都有点发棕色了 它每天在院子里跑 是不是有点脏了呢 所以帮它洗个澡 看看能不能变好看吧 就走ners刚才avor 小兔狗 而它现在在耳朵晕 你 我 来了 所以 快兔 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准备纸揉成一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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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